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之前跟大家提及過的香港記者協會 香港記者協會又有一個更新的歷作 其實不是 他們長期在這裏 是我們大家可不可以發掘到的 那麼香港記者協會做甚麼事呢 原來他們除了一班由外國記者組成的香港記者協會之外 原來當中他們的副主席 還要是一個未畢業的學生 學生記者 搞笑嗎 還說專業 你專業搞笑嗎 還是你專業 去做英美的走狗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可以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傳播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好了 香港記者協會就跟大家提及了不少次數 亦都跟大家說了多少 其實呢 每一次跟大家說 我都覺得 一次比一次離譜 現在還要發現到 他們那些 人士還要 不單止是外國記者 還要 是學生來的 笑死呀 幾日前 香港記者協會 舉行了一個 週年會員大會 和執行委員會的選舉 世界記者協會的執委 出自於 華爾街日報的記者鄭家瑜 和一個所謂的自由記者 梁耀聰 做政府主席 並選出了10名的理事 但是 當大家一揀開名單一看的時候 喂大哥 新主席 華爾街日報了 已經是 其他當選的理事大部分都是來自 外國的傳媒或者所謂的自由記者 而副主席呢 找找找 原來 大學生呢 還沒畢業的 還聲稱是自由記者 你不如寫說 你不如寫說 記者 未來記者一笨 括弧未畢業一笨 大哥 括弧未找工作一笨 OK 即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新一屆的記協 首先 不單止 他們變成一個外國的記者協會 還要是 記者都未 未係 這班人 甚至乎我懷疑 他們自己寫說甚麼自由記者的班呢 是沒有工作的 跟著自己說自己是記者 還有甚麼 劉伯記者 我留你 我留你的頭 甚麼是劉伯記者 即 他是記者 但未有人請 未做過 劉伯 OK 你的記者的履歷是甚麼 寫了 蛤 劉伯 劉伯 白色一片的 甚麼都沒有 真是好 所以這個記者協會是完全代表不到本地記者的聲音 甚至乎是毫無代表性 接下來我就會跟大家一起講講 今次新版的外國記者協會的選舉 其實即是我們香港的 這個甚麼香港記者協會 不過他現在變了 外國的 全部都是外國的 首先我們看回新一屆的記者協會的執位名單 12個當選的理事會的成員入面 很多人都是外國的媒體 包括剛剛大家所知 我們剛剛講完的鄭家瑜 任職華爾街日報 一份美國的報紙 還有BBC的記者 Fincent Downey在裡面 還有謝紫峰是HKFP HK Free Police的一個記者 裡面還有環球郵報的亞洲通訊員 這樣 就這樣看 全部都是 外媒記者 還有 一個JCHK的人在裡面 他連記者都不是 難怪 好像鄧炳家局長 局長說 喂 以為他是外國記者協會 香港的嗎 看上去都是不像的 橫看、碰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不像 除了外國的記者之外 外媒記者之外 當中還有四個是自由記者 或者自稱他們做自由撰稿人 當中包括一開始 剛剛所說的 記協的新的副主席 梁耀聰 其實自由記者 他們不是代表 一間的機構 說的東西 亦都不是反映任何的東西 只是反映他們自己 個人的立場 雖然你可以說他們是 新聞從業員的其中一個人 但是 我連 他在哪裏做事都不知道 寫過那些什麼 報過那些什麼 搞過那些什麼 沒有人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一班 這樣的人 其實他們的認受性 有多高 其實真是低到無論 再加上 所謂的自由記者 根本是沒有一個正式的 聘任記錄 即是他說自己是記者就記者 根本沒有人可以 跟他做認證 你是否記者 是呀是呀 誰證明你是我 是不是 什麼記者 劉伯 什麼記者 自由 真是好東西 可不可以 將自己叫做自由工程師 或者叫做劉伯工程師 真是 劉伯會計師 劉伯律師 劉伯醫師 自由醫師 真是 這一班這樣 的人 就跟著 舉手 入了記協 跟著 再由所謂的主席 陳朗昇說 他們是呀是呀 他們是記者 那就是 整件事是黑商壯業 陳朗昇他自己 就無限地產生 自由記者 跟著又用來操控選舉 擺明了 另外 只要大家上網一打 現在那個記協的副主席 梁耀聰的名字出來 就會找到他原來他還沒畢業的 還要在哪裡讀 在學著樹仁大學 樹仁大學 不是我們的 八大傳統的學系 是樹仁大學的學生 那 學生 提早嘗試一下 做記者的工作 沒問題的 但是你說要做到香港記者的代表 試問一個學生又怎樣做得到 不要玩 他自己可能還在摸索 做記者的工作的要點 怎樣才可以做到記者 但是 又怎樣可以做到 代表到我們香港 那麼多位的從業員 專業的 記者這件事 不是你學著學著就是 記者不單止只是拿著相機去現場 不單止是拿著手機去現場 還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還要問很多不同的問題 還有很多東西 說真的 現在這些所謂 說自己記者 等等 就可以做記者 就可以做代表 其實有很多問題 例如記者的發牌 記者的福利等等 其實作為一個學生 他的人生月歷都不夠的時候 還要入記協做記者的代表 還要做到副主席 一人之下 不知道多少人之上的位置 你叫人怎樣信服呢 亦都令人覺得 這個記協 是不是學生會來的 是不是玩玩玩的 一點都不專業 毫無代表性 最後 韋家的記者 韋家日報的記者 鄭家瑜就以100票的贊成票 做了新一屆的記協主席 根據資料顯示 到2023年的12月底 我們本港的傳媒 就有90份的日報 和376份的期刊 包括很多的電子報章 以及三間本地免費的持牌電視台 一間本地收費的持牌電視台 九間非本地的電視台 一間公營電台 和兩間持牌電台 你這樣就可以 想得到 業界的工作者 是一千上萬 本身記協自己的認受性已經差了 陳朗昇他自己都說 記協現在只有300個左右的會員 先不說當中有多少個他們所謂的成員會員 是他們自己生產出來的 自己發牌給他的 300人裏面你得100票去選出來 支持到 三分之一 很低的 問題是 一千上萬個 的專業從業員 你得100票 你是百分之一 的支持率都沒有 由此可見 他的會員人數又低 投票人數亦低 支持者更加低 可以見得到這個記協 基本上是被他們的業界 拋棄了 秉棄了 反映著這個記者協會 缺乏所有的認受性和專業性 但是如果以搞笑性來說 這確是挺搞笑的 是不是 你聽到都覺得好笑 學生做代表 神經病 劉伯記者 自由記者 沒有公開的 都可以做到這些什麼 執委 做什麼 什麼副主席 你說搞不搞笑 笑爆嘴 他是應該專業出來搞笑 所以我覺得 其實 記者協會 在以前 過去的時候曾經 作為我們 香港歷史上 最悠久的記者組織 本來他的角色 是做記者工會 主要的職責就是提升 業界的專業質素 保障記者的權益 但是 這個記者協會 他們多年來很明顯 是走上歪路 越來越政治化 長期是要以 媒體工會的名義 去做一些政治組織 為實 這次的選舉 他們的執委 大部分都是 外媒的記者 和一些 所謂的自由記者 幾乎是沒有香港的本地 主流媒體的成員在裡面 再加上現在找一個大學生 走來做新一屆的副主席 你怎麼令人信服 完全失去了 香港傳媒界的代表性 這件事 不禁令人質疑 這樣的所謂 香港記者協會 還能夠代表到 我們香港傳媒的聲音 他們是不是已經 淪落成為 英美的 記者協會的分佈呢 是不是成為了英美的走狗機構呢 我不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大家回答吧 好嗎 不知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媒體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媒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